之前Sandy在3D聊头发的白发片当中 有聊到一个关于白头发做法的六种方法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用剪头发的方式 来让白发看起来变好看 你是不是曾经有过一种经验 就是你刚好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比方说Sandy啊或是剪不够 当你白发长出来一剪的时候 你来不及去染头发或者五发根的时候 只能先把它剪一剪来应急 那该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就可以用剪头发来分配 它白发跟新生出来的白发跟发尾那一段 来做一个很好的分配 那今天Sandy呢刚好就是有一个剪发的例子 它刚好没有时间可以染头发 只够时间先剪一剪头发 而且它最近可能有点过敏不太适合去染头发 所以呢今天Sandy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用剪头发的方式来让白头发的分布一样 变得很好看哦 把白头发长出来一剪 然后白头发量也是蛮大的 大概超过80% 然后因为之前有一些残留底色 长出来大概三分之一 快到一半的状态 可是它因为这次没有办法染头发 只能有时间先剪 所以呢Sandy就利用发根新 新长出来的白发跟发尾残留的底色做一个很好的分配 而且呢因为有一些弧形的裁剪 让它的头发感觉更有流动性 而且剪完之后更有光影 好像光剑折射还有光影头射的感觉哦 啊嗨我是Sandy长3D 在继续收看之前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像这样这里发尾就是比较有颜色的地方 其他根部就是长出来有白发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有一点弧形的裁剪 让它产生一些线条 它就会发尾遮住发根 然后再透出一些白 像我们染出漸层的感觉 也很像染出光影闪烁的样子 这些渐层光影的感觉就会看起来非常好看 有时候就算时间来不及或身体不舒服 无法立刻染的话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尤其是喜欢短刘海的时候 我们在剪前面的时候 其实可以一次把它剪出一个外层的弧形路阔 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刘海的包袱性 两侧想要长刘海想要短的时候 运用剪刀的切口 直接做出表面层次与长度的设定 因为是细发也不会产生缺角 而且会顺顺的包袱 然后一边剪要一边剥 如果我们一直剪剪剪 剪完再来看就会来不及 所以要一边剪一边剥 看到头发的全貌 有看到这个线条很好看吗 这样剥左剥右剥 你看这个线条 哦好好看哦 这个摄影师很好笑 自己都很欣赏自己的作品 但是我们申小姐还是觉得染出来的更漂亮 哈哈哈哈 并角也顺着生长方向调整一下 这边像这样往前剥 这边这样子在剥的时候 如果比较厚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再剪一下 一边有点弧形的裁剪 一边观察它的线条感 跟头发颜色分布的位置 上面有的时候我就超级你没做 你超级对啊 哈哈哈哈 对 那个顾客自我感觉也很良好 说自己超级很好 哎有什么摄影师就有什么客人 哈哈哈哈 大部分人都希望顶部是蓬松 尤其是像细发的人 就更需要那个蓬松度 所以呢我通常会在上面顶部抓起一个头发 然后在最表面的 因为是干头发嘛 所以你要剪一个两根或剪层 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最表层的位置提升角度之后 用剪刀做弧形的裁剪 指剪表面 指剪表面一点点的弧形 但其他的长度都保留 所以它的根部因为比较短 它是有一个弧形 松起来 但不能剪太短 不然它就变电线宝宝 或者反而会凹进去 那这个的方法也会非常好用 我们把它都剪好 这个都安排之后 客人只要吹干 上面就会自动有一个松度 那在它的后脑勺也是一样 拉起来一样做一个弧形 剪出一个凸形 两侧都剪出一个凸形 它就会顺着头形 就是顿 就等于是我们画画这样子 短到长 我们常常在画画的时候 画一个头发要这样 然后头形很圆 这样五次都会这样 这样 就会很像有这样子的效 后面这里会堆积一些厚度 这时候拉起来一定是上长下短的低层次 所以堆积起来才是厚的 把头发拉起来 从发中到发尾处 顺剪出一个圆形 它就会立刻变顺 这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直接在发尾处 剪出一个凸形 另外一个就是像刚刚这样子 把头发拉高一点 直剪表面的头发 并且逐渐降低角度 顺着弧形剪下来 这样线条就会变得很顺 再稍微做一下调整 身体常常在剪后面的时候 尤其是那个后脑勺 上面有点长肚底下 是要推断的时候 都会顺着它的方向往下推 用电剪顺着它的方向 反过来顺着方向往下推 然后利用那个电剪一些 手腕柔软的力道 让它整个结顺 因为我们逆着推的时候 很容易推出硬线条 所以那个结下的地方 都会有一截 怎么推都推不掉 可是如果我们是顺顺的 这样推下来 那第一个它接下来的这边 会线条会比较柔和 而且比较容易 跟上段有长度的地方做线接 顺着发流的方向向下剪 会比较柔和 运用电剪的边边 在发际线的周围 做出一些不规则的自然感 拨开外层比较长的部分 将里面再顺剪 继续剪出柔和的发际线轮廓 尽量避免剪出一个很硬的框 尤其是女性 再以剪刀做细部的调整与衔接 一样顺着发流的方向 做一些细部的调整 一边剪腰一边拉开距离去看一下头发的全貌 那通常细拔的人 当然就希望自己看起来更蓬一点 估计是吹干型就好了 所以我们只要局部把它需要更蓬的地方 再稍微加强它的根部的蓬松感就好 那其实剪刀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在剪刀的时候 就可以帮客人把所有的层次啊 空间啊 蓬松度啊 还有窄的部分 还有它成长的空间感都安排好的话 会非常好看 该碰的地方就会碰 该窄的地方就会窄 那可是呢 我们偶尔也可以帮客人在局部去加强 因为全部设定好 其实就不太需要整个头发都去吹 只要整个吹干 然后在局部它要碰的地方 发根去朝尾做一下支撑就好 那其实这些方法 客人在家里也很容易操作到 而且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 所以剪刀是非常重要的 提前帮客人把它安排好 让它吹干的时候就好 好整理 长长也好整理 还有它来不及染 头发的时候 它的长短分配 所以安排的很好 让它来不及染头发之前 这段时间还是有它不同好看的样子 吹头发的时候也不用拿夹子夹 只要在根部的地方撑碰就好了 顺着头发生长的方向 加强发根的蓬松度就可以了 吹后脑的时候 对应它发流的方向 加强根部的蓬度 它的左侧本来就已经很蓬了 所以根本就不用吹 只要把右侧的平衡度做出来就可以了 周围其他的地方 只要顺吹就好了 不用刻意的整个吹蓬 不然反而会影响我们原本剪好的发型 这样发型就会很好整理 弧度也很好看 像现在这样左拨右拨 它的线条就会很好看 像Emma前面的发流没有特别往哪边 所以它往左边往右边或往前都会很好看 有不一样的变化 再加上有一点点自然卷 蓬度跟柔软度都很够 所以只要在剪头发上面把它安排好 它就会变得很好看 而且你看这个线条 这一般要染到这么浅还不容易耶 它自动有光影线条就出来了 真的很好看 完成 好咯 今天Sandy的分享就是 如果你有白头发长出来了 但是你还来不及去补染发根 或者整个染头发的时候 该怎么来解决呢 就是用剪髮的方式来分配它头发好看的位置 并且剪出头发的流动性跟光影感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其他相关的想法 想跟Sandy交流的话 记得在底下留言哦 然后如果还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留言分享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下次见哦 拜拜